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珊 三六令 補骨素突弱 全场精华 立即送赛这一场 就是中人人手 香港超级联赛的重要赛事 第一斗第七的比赛 仿修球率建制 在旺角场方面 主场迎战 第七位球率流浪 赛前结智已经联赛五年胜 但对上一场比赛方面 数法就是三个星期之前 击败了鱼远朋友丹欣罗维的连终三圆 结果这场赛事 开球四十多秒钟 已经先开记录 入球者又是他 黑山伊巴尔丹欣罗维 虽然破晋拱的长传 接着巴尔雷也应激一攻 球身后踏到身前 一路预复球 第一时间窩里勾花前 继续以传位 就是丹欣罗维搞定你 比较一分钟已经先开记录 第一次机会来自何真廷罚球长传 门章打出不软之下李日进 差点击杀这边是谢家强 幸好还有大赤鲁基兰马 先护回空门 谢家强之前两场都是后面身份登场 这场是许夏丽蝶子之后的第一次正传姿态披夹 对面胜上大赤鲁基兰马就复出 门章奥利斯这场是缺阵 及后也有球十二马 先看到这边是嘉维兰 凭着速度压缘了大赤鲁基兰马 再横之后拼到这边就是法兰道的犯规 十二马丽蝶操刀 门章李日进差点击杀 这球球真可憐 其实已经捉了路了 但胜在这下丽蝶拿地球 以及历史也有差不多 所以落地还是差点时间的 梅开二道了丽蝶 赛前在联赛的射手榜方面10球球 与这个子弹夏志明并列这个是榜首的 夏志明在前进方面 4比1几8进风时也曾经上映的武指气法 另一次机会 39岁的北老神丹丹丽 交给另一个39岁的北老神丹丹因奴域搞定你 3比0 一个上半场丹因奴域已经上映的武指气法 问你服了吗? 有些插头柱 很醒神的时间一转 刚刚去扭他一眼中就已经有了 半场已经领先了3比0 但其实临完半场前一刻 流浪已经有机会破弹了 这边是陈兆军 快的罗子进一步 让罗子进出脚犯规 12码给了这边是流浪的 祖年龙说我来 左脚操刀正中间 但就被阿鵬接住了 但偏偏是阿鵬和王振鵬 救完这球12码也是这样的 手指有点咬到 手指受伤 令到王振鵬在半场时需要退下火线 希望阿鵬的伤势不是特别严重 但半场也要换人 换到这边就有剑桥进来 郭剑桥 今天联赛只在精英杯踢了两场赛事 不知道联赛这场赛事才在手道亮上 半场方面 先看到这边是何振鵬 右脚拒射过不了门将李日俊 何振鵬早前要进攻时 这边已经成功在今届的港超联方面开了 这一招 也有一些抛线 差点凹到 何振鵬也连续六场联赛正算姿态披夹 对面也有借偉俊 超人 这场球到远处位置 郭剑桥来一个美男梳头 紧紧扶回横 赢了大只的鸡南马成功破弹 当时是59分钟 鸡南马也得到本球队联赛的开齋 当时下半场方面 借偉俊的右门频频频压迟 以及做了很多长传 长传方面放胆了很多 也得到一个回报 也恭喜这边就是鸡南马 这边就是比赛的后段方面 这边挑挑剔剔剔 打算转身去牌 是嘉维兰 最终也吹复了进攻的犯规 先来着是丹奴域的二拳 然后还有就是亚鸟也加入战团 结果就是下半场方面 虽然流浪能够攀回一成 但最终就是铁资凭着丹奴域 母子气发3比1 击败了标准流浪